大家好,欢迎走进风之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威姆斯 威姆斯加盟山西队之后也是迎来了自己的首秀 那么其实在最近与北控队的比赛中 威姆斯是拿到了28分 6个助攻4个抢断的这样一个成绩 我不知道朱芳宇到底有何感想 看到威姆斯取得这样的一个数据 其实威姆斯上个赛季的表现真的不算突出 在长军得分只有15分的情况下 是最终被广东南篮放弃签约 其实我个人感觉威姆斯上个赛季 只是短时间内的竞技状态下滑 其实威姆斯的油箱里面还有油 如果这个赛季继续在广东南篮效力的话 说不定他会和马上真的形成双保险 那么现在是没有机会 威姆斯来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发挥的球队 山西南篮 杨学生指导是非常善于用外援的 你像菲尔德在山西南篮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威姆斯他本身也是具备超强的实力 在山西南篮这种快攻体系中 也是非常适合威姆斯发挥的 这个赛季呢 山西南篮在这两名外援的带领下 我估计会有一番作为的特别是威姆斯 会在山西队打得如鱼得水 我相信威姆斯他个人的能力啊 仍然是CBA顶级外援的存在 只是啊可能由于各方面原因吧 啊出方雨真的是看到威姆斯上个赛季的状态 广东南南也是为了保险啊 因为广东南南不可能上个赛季是输球了 这个赛季债一无所获 我觉得广东南南领导层还有主教练总经理 都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的 所以呢也是为了保险啊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裁掉了威姆斯 其实从感情上来讲啊 朱方雨我觉得是愿意让威姆斯留下的 也是从球队的成绩考虑 广东南南不感冒那个风险 但是呢现在现实情况就是 威姆斯的状态又回来了 当然这只是热身赛啊 打全主力的北控队 我不知道真正到常规赛季后赛季段 威姆斯的状态到底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威姆斯在和山西南南签一年之后啊 然后在下下个赛季又重新回到广东南南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